剛剛的話其實就是產生歷史A跟歷史B的整個過程 這個對同學來說 這個應該如果你假設對於串列不熟悉的話 那可能要動滿多腦筋的 但是這個很重要 因為以後你需要的資料 因為你畫圖它一定就是要串列 你要放資料到Excel也是要串列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串列實在太重要了 你串列不能掌握的話 那你後續要撰寫對應的程式就會是個問題 串列其實它的概念基本上 如果用Excel來理解的話 它其實就是一個一個的清單而已 其實道理都差不多 OK 只是因為看不到 你會覺得很抽象 反正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歷史A歷史B產生之後 就可以畫圖了 其實這道理不是跟Excel一樣嗎 你這個做出來之後 你其實也可以拿這個來畫圖 有沒有 如果這個怎麼畫 很簡單嘛 插入這邊不是有圓形圖 隨便選一個圓形圖 這也不是出來了 一樣嘛 一不一樣 一樣嘛 對不對 只是說換個地方呈現而已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Excel很熟的話 我覺得你也是在Python 有點像你就會很容易舉一反三嘛 但是如果你假設你這邊都不熟了 你根本那邊應該也沒辦法熟吧 對不對 所以兩邊其實是 差異的話只是說一個是視覺化工具 看得到的 但是Excel的最大的缺點就是說 你必須用滑鼠 或者鍵盤 去找到那個功能 讓它產生 但是這些動作都是要忍去操作的嘛 OK 可是如果你把層次寫出來之後 那你不需要忍的嘛 你讓它自動run也可以啊 甚至你可以跑個回圈 讓它一段時間run一次嘛 或者像鬧鐘一樣嘛 多久run一次嘛 那這樣不就 也是 兩者我想各位可以思考看看 那所以呢 如果我想要把同樣的動作 換成在Python裡面完成的話 OK 所以有沒有這兩個 那當然這個地方 寫來寫去其實好像也都差不多嘛 就是如果你要把這個串列 一個一個取出來的話 反正就forward chain 那如果你要把資料放到串列裡面的話 那就是需要一個append的方法 那如果你要計算呢 哪一個區的總數的話 那就是用count的方法 所以這個可能自己也要稍微再摸手一下 然後可能要稍微把它記一下 甚至如果可以自己把程式寫出來 那更好 那這樣以後差不多的意思啦 所以我建議各位 回去可以找其他的開放資料 多練習啦 練習久了 其實也不夠就這樣子 好 那最後的話畫圖 OK 所以畫圖很簡單 這三行 這是算是陽春版 陽春版的話其實基本上 一樣就是利用MathPriLab 那它的別名 就是這個叫它的一個簡稱 Plt 裡面用pi這個方法 OK 所以這個pi 改的地方是這個 所以這個 主要這個名稱改 之前我們畫折線圖的話是plus 有沒有 那如果畫直條圖就罷了 所以你把名稱改一下 就有很多種不同的畫圖的方式 那給的參數的話呢 b的話呢 指的就是什麼 數量 所以特別要先給數量 然後呢 這個num的話 指的是要不要炸開 目前我們是沒有 所以不要炸開 炸開指的就是這個地方 如果用那個什麼 我覺得用Excel來解釋應該比較清楚 比如說你要把這一塊 你要把它分開 這個叫炸開 有沒有 這個叫 英文叫expose expose expose就是炸開 這個動作叫expose OK 所以如果你要把 那只是說你要增加這個expose 你變成一樣要給一個串列 0的話表示 它是不炸開 所以你要 假設12區 你就要給一個串列 看哪一個 所以你要裡面給12 一個串列裡面 要有12個數字 如果不炸開就給0 如果要炸開的話 就給你要炸開的距離 比如說你給0.5 它就炸開0.5的距離 這個我想我們暫時先不加好了 不然的話會比較複雜一點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這個 畫出來結果就長這個樣子 我剛剛已經demo一下 這貼過來就OK了 那如果假設你的字有發生亂碼的話 那記得就是說 這邊我有講過 就這一行 中文的話我用標凱題 有沒有 所以加這一行 然後我希望再加一個標題 各區比例圖的title 然後再加一個什麼 所以最後存檔好了 存檔成為叫各區比例圖 所以把這個拿來複製好了 直接蓋過剛剛那三行 所以三行是陽存版 現在是最終版 OK 就是加上那個我們的字型 然後加上標題 OK 其他就秀執行一下 OK 理論上應該沒有問題 有沒有 各區比例圖的出現 最後的話也會存一個檔 有沒有 那我是沒指定位置 我剛剛也把它存在1點以下 這樣比較好找 老師你說亂碼是哪一個去改 亂碼的話就是這一個 中文字型有沒有 因為它預設是英文字型 所以如果你假設沒有指定字型的話 它就指向的是英文字型 英文字型裡面沒有中文字 所以它會變框框框框框框 有沒有OK 那怎麼辦 你就要重新指定一個你要用的字型 所以這一行就是在指定 你要用哪一個字型 那這裡的話我是用中黑題 如果你不喜歡 你可能要去查一下 但是這個字型的名稱有沒有 一定要用英文的 那這個名稱的話 請你到控制台裡面的字型 裡面去找英文名稱 比如說那個什麼 那什麼 其他像標開題好了 你不能用標開題 它看不懂 它要找到標開題的英文 貼過來 那就OK了 這個我想請各位自己再玩玩看 大概大體上這樣 也沒有太複雜 反正你就知道什麼 然後以後 剛開始也許 不見得一定要重新自己寫 你可以拿來當範本 你可以拿來當範本 OK 自信一下 好 理論上應該 這樣OK啦 沒問題 那純打開有沒有成功 1點以下 各區比例圖 打開 有了 所以等於我們 上個禮拜跟這禮拜的範例 就是畫兩個圖 那後面可能我們再加一個 上個禮拜是折線圖 圓形圖 之後再畫直條圖 直條圖 橫條圖 或者是什麼散步圖 或者是雷達圖 等等 反正你可以 自己 再用那個其他的圖 其實概念差不多 反正就是用這個 叫Magic Prylab 這一個套件 就可以完成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 這一段 程式 營養之放雲端上 請各位自己再玩玩看 然後底下其實有很多範例 但是我可能沒時間講 你們自己玩玩看吧 像什麼 我本來想說要比較一下台中 或者六都好了 到底自然 是不是像 那個什麼 台北市一樣 台北市其實這樣的表現 其實算滿好的 OK 可是其他縣市是不是一樣 我滿想知道的 但是沒那麼多時間 你們如果有興趣同學 不妨可以 自己再找一下 這個六都有沒有 住宅切到資料有公開 但是後來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 不是每個縣市 都會所有資料都開放 有些有開放 有些沒開放 所以現在當然盡量 政府盡量越開放 當然大家比較不會猜想 可是不見得每一個縣市 都會開放 應該開放的資料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待會的話 我們可能就要再往前推進了 就是 除了CSV之外 我們要來了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資料型態 叫做傑森 其實就是一種API 這個的話 在雲端上面的第二十二頁 OK 06、01的 第二十二頁部分 那這個格式 難度又會更高一點點 不過其實大體上都雷同 大部分都一樣 請各位先試著把剛剛的 第九頁的地方 這部分先完成